2月28日,联合国专家组要求印度释放英国军火商克里斯DMG2,并称印度特种部队此前参与绑架一名迪拜公主。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从绑架方还是被绑架方角度看,印度表面上均于此时没有直接联系。 那么为什么联合国会指责印度呢? 事情要从三年前的这起绑架案说起。 2018年3月初,在一名法国前特工协助下,迪拜公主拉蒂法,她在美国传奇快艇成功逃离迪拜,却在印度外海的公海上被印度海警拘捕并遣送回国,后来据印度自己的媒体报道,是总理莫迪亲自下的令。 公开资料显示,拉蒂法是阿联酋迪拜帮统治者,乌罕诺德的30个孩子之一。 作为迪拜酋长的女儿,拉蒂法可谓含着金汤池出生。 她的父亲拉蒂德,是统治迪拜的马克土米家族的第十代船员,在迪拜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最大的人造滑雪场,最宽的高速公路,最奢华的酒店,最昂贵的赛马场。 据估算,拉蒂德个人拥有超过71英镑资产,1英镑约和9元人民币。 在迪拜的每一栋建筑内都挂有她的画像。 有这样一个老爸,拉蒂法自然衣食无忧。 然而,她从小就信个叛逆,喜欢的运动也是潜水,跳伞这种极具挑战性的。 可来自迪拜传统习俗的诸多束缚,让她的生活受到了极大限制。 她开始燕雾王室带给她的过度保护和监控,逃离迪拜成了她少女时期,心心念念的梦想。 金光闪闪的迪拜,远比不上自由的远方。 早在2002年,年仅16岁的拉蒂法,试图沿走她乡,最后被父亲的手下抓回迪拜,单独监禁三年,饱受身心痛苦。 被抓回来后,我遭到了所谓的毒打,他们甚至会在半夜将我从床上拽起来殴打。 拉蒂法在后来的视频中控诉说,不过也有说法称,是她先给老公带了绿帽引发家庭纠纷,但得不到父亲支持。 协助拉蒂法逃出国的,是一名62岁的法国前特攻朱贝,她8年前有一次成功逃出迪拜,避免一场冤狱的经验。 朱贝有美国公民身份,曾是海军情报官,后来改善从上。 拉蒂法在芬兰吉尼西尼有提纳游贝燕陪同下溜出迪拜,抵达阿曼与朱贝会合。 朱贝在用自己的美国船机快艇载她去印度,原本打算从印度搭机前往美国,好让拉蒂法申请政治庇护画面思想相识有没有。 据英国媒体称,在2018年3月4月里,他们开到印度西南部,回亚帮外海30米公海上时,被印度海警的武装船队,连架直升机栏下,海巡连人不止开枪,还登上快艇。 尔打船员和乘客,蒙住所有人的眼睛,并给所有人戴上手炮。 船员说,他们听到拉蒂法斯喊住,要寻求政治庇护,应该死也不要回阿联酋。 拉蒂法与夫妻马克提米一直声援拉蒂法的英国非营义组织一代被复者指出。 印度在公海上攻击美国船只,明显违反国际法。 拉蒂法和朱贝都被送回阿联酋,后来朱贝获释被警告不能公开谈论事件经过,拉蒂法却没了消息,官方说法是与和家人团聚,日子过得很好。 印度最大财经报纸商业标准报报道,三船蓝茶是莫迪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下的令。 印度外交官透露他们两个没有违法,印度采取行动是因为接获通知快品上这两个人,是阿联酋通缉的形式嫌疑犯。 另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虽然印度跟阿联酋签有引渡条约,但印度并未要求,阿联酋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件就把迪拜公主遣返。 据说,莫迪这样做是因为国安官员建议他,要确保印度的反恐和战略利益。 莫迪上台后跟阿联酋交好,被帝里也有很多利益往来。 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印度之所以绑架拉帝法,是因为要换取扣押,在迪拜的英国籍军火商米歇尔。 如果说迪拜国王是为了管教自己的女儿而请求印度绑架她,那么印度为什么要扣押米歇尔呢? 据新德里人造卫星网报道,米歇尔曾向印度军方推销了一份价值5.56亿欧元的合同,购买了意大利公司奥古斯塔维斯特兰,奥多斯塔,娃斯特兰,制造的12架豪华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被提供的印度总统和其他政府部长使用。 而该合同是由莫迪的上届政府,总与曼莫汉新负通过的。 因为受到当时作为在野党的人民党指责,该合同涉嫌腐败,案件的关键证人就是米歇尔。 由于涉及国会工作人员,高达4100万英镑的贿赂之后,该交易于2014年被取消。 印度最高法院周江博回了米歇尔的保释请求。 他自2018年从迪拜被引入以来,一直在德里建议。